天气越来越热了,天热没有胃口,没有胃口就来一碗福建特色海莉瘦肉豆腐汤 营养美味,孩子吃了长个子 首先准备10块钱的海莉 把海莉倒入碗里 倒入一小勺盐 用手轻轻地抓拌一下 别太粗鲁地抓,容易把海莉抓破的 再倒入清水把它洗个两遍 把海莉表面的污垢和沾东西洗掉 洗干净沥干水分放入碗里 接下来给它调一下味 倒入半小勺盐 适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 再来一勺地瓜粉 用筷子剩十分地轻轻搅拌均匀 使每一个海莉都够上地瓜粉 在这边一块五毛钱的瘦肉 把瘦肉切薄片 倒工好的尽量把它切薄一点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全部切好后放入大碗里 同样的给它调一下味 倒入半小勺盐 适量的胡椒粉 再来一勺红薯粉 再用筷子顺时针地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再腌制五分钟使它入味 空闲时就切一些葱白 然后把姜切成片 再切成姜汁 两颗香菜切小段 不喜欢的可以不切 锅烧热倒入少许油 油热放入葱末姜末煸炒 中火不停地炒啊炒 炒出它们的香味 然后倒入一大碗清水 再准备一块福建本地豆腐 先用刀把它切成长条 再把它切成小正方形 然后放入锅里 接下来给它调一下味 倒入一小勺盐 适量的老酒蒸香 水开就可以倒入海里了 用勺子一勺一勺地挖下去 放下去后别急着去翻动它 容易脱缰 接着把瘦肉片也放进去 在中火把它煮开 煮至定型后 用筷子轻轻地翻动一下 使它瘦肉均匀 水开煮个一分钟 差不多就熟了 然后放入切好的香菜 香菜一定要后面放柴香 再把它翻拌均匀 即可出锅 出锅装碗里即可享受美食了 这样就有福建特色的海力 瘦肉豆腐汤就做好了 一碗里有海力 有瘦肉还有豆腐呢 汤鲜味美营养又丰富 大人儿孩子都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星 我们明天见 拜拜